中国许多文学作品中的李隆基是感情专一的皇帝 民间习称他为唐明皇 一文录载唐明皇由月宫一世 他和杨贵妃的故事 透过白居易《长恨歌》和《陈红长恨歌传》千古传颂 一,应该受到白居易《长恨歌》的深远影响力 提起李隆基 世人就不觉得想起起与杨贵妃的故事 而白居易的《长恨歌》的开篇集写道 汉皇众色思清国 欲语多年求不得 诗中以汉代唐、汉皇及唐皇 再俯以试号 也就自然成了唐明皇 唐太陵是唐玄宗李隆基和元宪皇后杨氏合葬墓地 位于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东北15公里处 武龙山渔脉金塑山南 唐太陵以山为陵 山腹中建造墓室 四周绕陵柱墙 气势磅礴 典型的大唐皇陵风格 二,唐明皇是唐玄宗李隆基 因为唐玄宗这个称号中有一个玄字 正好与清朝康熙皇帝的名字 玄页中的玄字相同 所以康熙年间的人们称呼唐玄宗为唐明皇 之后李隆基就有了唐明皇的叫法 唐明皇赐名是一个古代的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说了唐代著名诗人贺之章 请求唐明皇为自己家的男孩赐名的故事 唐明皇赐名说的就是贺之章与唐明皇之间的事情 这则小文记载贺之章晚年的时候告老还乡 前去向唐明皇辞行 唐明皇听说贺之章马上就要告老还乡了 非常的舍不得 于是也已经是一个老人的唐明皇T类横下 对贺之章说着不舍得让其离开的话 最后问道爱卿就要告老还乡了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满足 可以说一下贺之章于是便说 没有什么要求了 不过我有一个男孩 还没有名字希望陛下能够赐一个名字 这样也可以作为我的荣耀唐明皇于是说 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诚信 诚信就是我们所说的福 所以爱卿的儿子名字就叫做福吧 贺之章于是再三的感谢唐明皇 拜谢了两次 但是过了一会儿贺之章回味过来说 陛下为什么和我开玩笑 福字就是爪下一个子 为什么让我的儿子叫做爪子呢 三唐玄宗至到大盛大明孝皇帝 公元685到762年 姓李 明龙基 因为嗜好突出一个名字 又称唐明皇 唐瑞宗李诞的第三个儿子 公元712年至756年在位 他开创了唐朝的鼎盛时期 但从他开始 唐朝也走上了下坡路 即从安史之乱开始 唐朝逐渐衰落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